刚开完会,我快到年底了,事情就相对来说多一些 那么前两期视频的话,其实我做了一下关于波兰移民的这个话题 那么关于这个话题,其实说实话,我觉得是比较敏感的一个话题吧 我之前其实一直都在闭讳去讲这一块的内容 但是无奈问的人是比较多的 所以说集中做了两期,算是放了不少的干货出去 那么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建议一份回去看一下 我觉得这两期做的还是不错的 那么顺便我们就针对于前两期关于移民这一块的视频 做一些讲解吧,算是一个贩卖篇的东西 算是讲解,也算是澄清 很多我看了底下的评论啊 还有一些人专门加我微信,然后给我发了一些信息 那么我觉得这个东西的话,其实很多人就说了 你是不是波兰的那个叫什么,叫周琪吗 还是叫什么,说是我就是什么 在给波兰说一些好听的 然后说很多波兰的好话 但是说实话,我当时做的时候真没有这么去想 只是根据我自己的一些实际的体会和经验 然后给大家分享一下比较,我觉得比较客观的一些情况吧 顺着大家来吐一些槽吧 说一下波兰我觉得不是特别好的地方 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之前反复强调过 就是这面的办事效率真的是太低太慢了 整个社会节奏的速度 我觉得可能连国内30%都赶不上吧 举一个我自己切身的例子 前段时间的话,因为公司有一个文案 是需要和我们的合作方去一起探讨 然后出的 最早的话我们出了一版英文版的 然后这一版的又要翻译成波兰语版的 那么英文版的这一版的话是我们自己去出 因为我一直在吹,吹的也相对来说比较紧 差不多就用了三个工作日 20多页的一个这样一个文案就做出来了 那么拿到波兰这边专门的翻译公司 去做翻译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间就很长了 我们把材料交上去等了 他之前最开始说差不多两周的时间可以给我们 然后等了差不多到一周半的时候 我就去催了一下这边 然后他们说很快了很快了 然后就又等了差不多一周的时间才 才跟我们确认说这个文稿出来了 然后又说要发给我们 因为它是纸质版的嘛 电子版的没法通过电子版的方式去发 就纸质版的发给我们 那么发的过程在当中邮寄又差不多用了将近一周的时间 就从华沙到华沙 翻译就翻了差不多 蛮打蛮算三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你想这个速度有多慢 如果说相同的文案翻译成中文的话 在国内差不多也就是两三天的样子 吹得紧的话 可能一两天就做出来了 所以说这个是波兰的这个速度 我觉得是第一大的吐槽点 那么第二大的吐槽点是什么呢 就是这边的基础建设 那么很多国内来的朋友 尤其是这两年来的年轻人 跟我吐槽的最多的一点 就是说波兰这个地方 这不是欧洲国家吗 为什么看的这么落后啊 然后我说其实不光是波兰 你哪怕是去什么英国 德国 法国 意大利 还有北欧 所有你觉得非常高大上的国家 你如果实际去了之后 你会发现 它的这个市政建设 不管是周边两边的建筑啊 还是说是这个道路啊 道路的话德国除外啊 这个基础建设的话 跟国内去比较的话 真的是差了很多 所以说 很多中国人出来 第一个感觉就是觉得 国外其实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 至少城市没有那么好 那么这也是国内发展的这么多年 一个最大的好处 差不多用了将近30年改革开放的时间 把所有的欧洲国家都远远的甩在了身后了 这是市政建设这一块 另外一个就是 大家体会比较明显的就是支付方式 因为在国内的话 一般都是什么支付宝啊 微信 大家支付都非常的便捷 拿一个手机就什么都搞定了 在这个地方的话 还是没有那么方便 多数情况下 可能还会用到现金或者是刷卡 有的可能会用一些类似于 ifopay这样的支付方式吧 但整体来说 没有像中国那样一个统一的全国性的便捷支付方式 还是这一点还是要差一些 同样的话 再来说一个我觉得差异比较大 或者说这边远不如国内的就是服务行业这一块 如果来过这边的朋友是知道的 比如说你到餐厅去就餐啊 或者说是去一些这种就什么咖啡厅啊什么的 服务员的动作肯定是没有国内快的 而且你是绝对不能催的 因为在这个地方你如果催它的话是非常不礼貌的事情 但在国内无所谓了 对吧 直接问一下叫一下 哪怕说两句 别人都态度其实很好 而且速度也很快 那么国内的话 我之前回国我看了 一个人基本上看十个餐厅的话 一个人看十桌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在这个地方的话 一个人差不多也就看个三桌 如果比较熟练一些的服务员的话 看五桌就已经是手忙脚乱了 所以说服务行业是不如国内的 同样比如说像什么送餐外卖啊什么的 这边也是没有 我前段时间还有个国内刚过来的朋友跟我说 他说这边没有人送夜宵或者送早餐吗 我说你快拉倒了 这边早晨十点之前都很少有餐厅开门的呢 还有人送餐呢 这边基本上都是自己去买 然后如果你是要送餐的 有时候比如说我们周末的家不想动了 然后点一个什么必胜客啊 或者说是什么 Telly Pizza 多米弄啊 这种的 基本上都要提前一到一个半小时去预约 这样的话可能才能按点送过来 另外一个的话我觉得这边就作为外国人在这边的话 有一点非常不方便的 或者说是比较不方便的吧 就是语言这一块 因为波兰的话它的母语不是英语 它是讲波兰语的 所以说虽然说吧 虽然说波兰的这个英语普及率肯定是远高于国内的 但是如果说你一句波兰语不会讲 那么纯是英语交流的话 在这个地方还是会遇到一些困难 基本的比如说像什么超市啊 或者说是银行啊 还有比如说你去坐着公交啊 然后打个车啊 这种的这种都用英语是没什么问题的 那么如果说你是要做更复杂一些的 或者说是你要跟政府部门打交道的话 或者说你要跟一些比较低端的劳动力去打交道的话 那么波兰语就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必须的东西的 所以说语言沟通这块 肯定相较于中国人在国内来说 那是有天壤之别的 那么因为这一期我主要是想把它作为一个前两期的一个移民的番外篇嘛 所以说我就还是来介绍一下 那么之前两期我也说了哪些方式是行得通的 哪些方式是行不通的 后来我也查了一下资料 看了一下就是从改革开放以后 中国的一个整体的移民 三次的一个大移民潮的一个走向的话 其实也和我说的那个基本上是吻合的 那么基本上国内的移民潮是可以分为三次比较大的移民潮吧 首先第一个移民潮就是80年代刚开放的时候 那个时候刚出来的可能都是一些公派的 比如说一些公派的学生啊 还有就是一些企事业单位公派出来的 然后后来就留在当地 这是第一批移民 那么后来的一部分移民就是从90年代初 彻底的这样一个经济放开之后 一直到03年04年的时候吧 这一批的话主要就是一些普通的劳动力 或者说是低端劳动力 这种人出来的更多一些 比如说到国外去到餐厅打工啊 然后做建筑工啊 还有家政服务啊 运输啊这一块的 这一类人出来不少 这是第二次大的移民潮 那么第三次大的移民潮就是从 差不多从2007 08年那会儿开始吧 然后就是这种投资啊 还有就是通过做生意的方式移民出来的 那么国内把这个总结成为叫做什么精英移民 也就是说中产以上的很多人吧 通过这种资金外流的方式来移民嘛 那么波兰现在的话 其实像第一种公派的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少 后两种还是有一些的 基本上我之前说的从17年之前的那一部分 大部分都是就跟第二次移民潮的这一类人是差不多的 都是通过这样一些走工作或者比较低端的这样一些劳动力的方式出来 那么目前的话随着政策的收紧可能更多的就是通过一些投资的方式 或者说是创业的方式过来了 基本上和国内的这样一个节奏是 基本上和全球的这样一个移民节奏是比较符合的 那么整体的话从时间阶段来看 波兰这边比国内差不多晚了 差不多有一拍或者说是大半拍的这样一个样子 但是方式基本上是一致的 那么对于移民潮的这个东西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网上有很多相关的文章 还有材料 你可以自己去查一下 那么两期视频做了之后 也有很多人问了我一些东西 我总结了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看一下 就是说我觉得大家可能有一些误区的东西 或者我觉得可以纠正的一些观点吧 首先第一个就是大家不能说大家吧 是有一部分人加了我之后 总是喜欢跟我去抱怨一些东西 比如说在国内如何不如意啊 或者说觉得在国内哪些东西他是不满意的 或者说大的方向有什么问题啊 这一类的就属于是比较抱怨的 对政治关心比较多 对生活抱怨比较多的这一类人 那么对于这一类人的话 其实我我觉得其实大家可以 你不管你是否要出来吧 或者说是去哪里 你可以先把你的心态放平和一些 所要移民的这个国家 还有你自己的本身的国家的好坏 是没有关系的 也可以说两个之间是不冲突的 打个比方 比如说我在波兰这边生活 但是我觉得中国也挺好 我并没有觉得中国哪些地方不好 或者说是怎么样 这个我觉得两者之间不冲突的 因为很多人我发现了 他比如说说我要来波兰了 那么我就觉得中国各方面都不好 或者说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是完全没必要的 打一个比方 比如说我现在用电脑 那么有的人就非要比出来 说是到底Mac好 还是Windows好 那么实际上 其实两个的侧重点是完全不同的 你要说哪一个好 我真说不出来 如果你条件允许的话 那么就两个都买呗 我两个都用对吧 如果条件不允许的话 那我二选一 但我觉得另外一个存在即合理 没有什么好与不好的区别 所以说很多人去选好 还是不好的前提 就是因为他可能只能在这两个之间 去选其一 而不能说两个都选 所以说他就一定要比出来一个好坏 给自己一个心理安慰 其实实际上真的没有什么好坏之分 客观来讲 就从我自己的个人感受来看的话 其实国内这几年发展的 是真的是非常的不错 包括出来的中国人可以看得出来 国内的人和其他国家的人去比的话 确实生活水平 还有出手的这个扩措程度 要高于大部分国家 这就说明我们国家发展的还是不错的 对吧 所以说这一点是无可否认的 至于你自己在国内混得好坏 我觉得这个跟国家没有关系 或者说是不是普遍的一个规律 我在这个地方就不去过多的延展去讨论了 还有一些人会问 就说他比较纠结的就是待在国内 还是说出来 他考虑到长远的这样一个发展 那我给一些建议 觉得哪一个更好一些 那么我这个地方说一下吧 如果说是发展的话 中国人在中国发展 绝对是要优于在波兰发展的 因为首先你没有任何的资源 或者说是沟通方面的障碍 其次的话 中国的一个整体的发展趋势 肯定是好于波兰的 这个就不用问 所以说 如果你问我这样一个问题的话 我的回答就是留在国内 国内肯定是更好的 但是翻过来去看的话 我想给大家澄清一个概念是什么呢 就是说 经济大国和宜居大国 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就是说你经济发展的好 就业好 但不等于你的生活水平就更好 所以说这两个是不挂钩的 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 可能想出来的一个原因 就是想在生活上换一个 相对来说更加轻松 或者说是更加宽松的 这样一个环境吧 所以说分清楚这两点 经济大国和宜居大国这个东西 搞清楚以后 我觉得你就没有什么可纠结的了 至于你是选择事业发展 还是生活安逸 这两点的话 我觉得我是给不了你任何的 就是决定性的建议的 最终还是要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决定 那么第三个问的比较多的 就是大家可能会问 就是说来到这个地方之后 听说波兰是不接受难民的 然后觉得挺好 但是翻过来又想一想 觉得如果不接受难民的话 那是不是比较排外 实话实说 排外这个东西 我不敢说百分之百没有 但是整体来看是 至少是不显性的 那么至于有没有歧视这个东西呢 我之前有一期视频专门讲过 关于歧视方面的内容 那么总结一下 我觉得就是显性的歧视 就是说你一眼就能感觉出来的 这种歧视的话 应该是没有的 但是如果说是隐性的一些歧视 比如说是性别歧视了 或者说是就业方面 就学方面的一些歧视了 我觉得还是会有的 那么这个东西的话 其实很难去严格的去杜绝掉 因为是这样的 你可以拿你自己身边的情况去比一下 我们就说在国内 大家都是中国人 那么之间有没有歧视 还是会有的 不同地区之间会有歧视 对吧 同一地区的不同阶层的人也会有歧视 所以我总结的这个东西就是这样 就是练好内功 放平心态 然后其他的事情就交给别人去主宰吧 这个东西你没有办法去 怎么说 没有办法去改变的一个东西 至于你如果觉得一点点歧视 或者说一点点的这样一个排外 都接受不了的话 那么我觉得最好还是不来 来的其实也没有那么好 这个地方也不是天堂 肯定没有很多人在网上啊 或者说是一些机构在网上宣传的那样 那么的完美 总是还是有这样那样的一些缺陷的 这期大家可以看出来 我的头发是已经理过的 那么我理发的话 一般都是在我们家小区楼下的一个理发店 一个波兰老太太 英文会说简单的几句吧 主要还是波兰语 那么理发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了 他问我多大了 然后他说我这个头顶在是有一些白头发了 他说上次你来的时候好像还没有这么多 我当时我听了以后我就觉得挺惊讶的 我说我自己都没太注意 我自己头顶上有白头发 我自己是知道有一点的 但是变多变少这个我还真没注意 这个老太太居然很关心到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说我看的很年轻 其实我年纪也不小了 所以说有点白头发是很正常的 然后老太太就一本正经的跟我说 他不是不是 他说这个白头发是这样的 你如果在两个并角这个地方长呢 可能是因为你年纪大了 那么如果说你是在这个地方长的 头顶上长的是因为你生活的压力比较大 可能你需要再去看一些医生 或者说是看怎么缓解 当时我就觉得你说一个理发的 真是还关心这么多东西 确实是让我觉得这边的人确实还不错 理论上来说 他其实跟我讲的这些东西 跟他理发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吧 大家就是从朋友的这样一个聊天 说实话 有时候我的家人其实都观察我 都观察的没有这么仔细 所以我后来我还走的时候跟那老太太感谢了半天 然后这是一个事情 那么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前段时间 我们家邻居的小孩 然后他们学校正好讲到关于亚洲 然后关于中国的一些话题 然后就邀请我去他们学校去做了一个 类似于是演讲吧 或者说是workshop这样一个东西 那么我去了以后 然后用英语讲 然后他们有老师 然后用英语转成波兰语给学生们去翻译 然后最后走的时候 学校跟我发了一个奖章 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的 就跟我们那块小时候一样 还会请这样一些社会上的人 或者说是家长 来学校做一些这样的一些分享 我觉得不知道国内现在有没有 但是我觉得波兰有这个东西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反正整体来说吧 这面的人际关系 还有为人处事 生活节奏 都会相对来说要比国内简单一些 当然了 带来的负面就是我一开始说的 整体的社会形态会相对落后 而且整体的社会效率也会更低一些 差不多就分享了这些吧 都是我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些经历 那么有时候因为我 我知道我这个人有时候说话 相对来说是比较直的 或者说是有时候心知口快的 那么可能会得罪一些人 也有粉丝看了我前两期视频还专门跟我说 他说你以后最好不要这么讲 你这么讲的话 一方面可能会得罪一些中介 另一方面的话可能也会掉粉 但是我觉得看查米利视频的人 应该还是有一些自己的判断能力的 哪些是好的信息 大家还是能够分得清的 而且我一直是这样认为的 就是如果一个视频频道 他如果怕掉粉而不去做一些该做的事情的话 我觉得他就失去了 他最早去做视频的这样一些初衷了 所以我一直都是认为 一个视频频道 不要看他的粉丝量的多少 而要看他粉丝的质量是什么样的 所以我相信 关注查米利视频的粉丝 都还是有志有言 然后有想法的一些人 好了 那我们这一期视频的话 差不多就说了这么多了 我等会儿要歇一下脑子了 开完会 然后又录了视频 差不多20分钟以后吧 我还有另外一个会要开 基本上 今天就是这样一个满转的状态了 好了 我们这一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说你对我的视频感兴趣的话 别忘了点击关注 记住 我是一直待在欧洲的查米利 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 别说了 我一直待在欧洲的阶段 我一直待在欧洲的阶段 感谢观看